登山步道再升级 看到是位在台中市太平区的咬人狗坑 这里是登顶小百岳三丁山的主要步道 过去登山口没有完善规划 环境脏乱 经过明代争取改善 新增入口异象指引还有公厕 还修建停车厂 目前已经陆续启用 给山有更好的登山环境 两旁树荫走起来是凉爽愜意 位在太平区的咬人狗坑步道 是登顶小百岳三丁山的主要步道 由于是距离市区最近的小百岳 每到假日都有上千人潮来修起爬山 明代就争取优化周边环境 其实我们三丁山以前叫咬人狗坑 那早期咬人狗坑 公所当时规划的时候 是由在地人在攀爬的一座休闲小山 那因为三丁山后来列定为小百岳之后 现在外地的游客越来越多 由议员亲自带领来挥干之后 跟我们管理解药了 820万的这个项目里面有包括一座男女 男厕所一座女厕所 还有包括整个停车场的规划 重新编排跟地砖 那还有最重要的是一个异项 种种大概有增加了七八项的一个设施 邀约三五好友搜集小百岳工顶三丁山 但步道入口过去是没有明确的指引环境也张乱 经过民众反应 明代向官旅局争取经费 除了建置男女厕所 增设座椅以及入口异象 和改善停车场环境等 不少民众对于入口设施的改善 都是直呼有感 不错不错 有改善 就是有一些指标 还有这边有新建的厕所 再加上这边的停车场比方便 运动是最好的地方 而且又近 现在又好停车 现在又有新建厕所 三流都很方便 这边等人约人 一起集合 这边很方便 说实在 之前说都没有厕所 来跑到山很不方便 是的 这样做得很好 不错 很好 整齐美观 都是有目共睹 美化周边环境改善硬体设施 在11月已经陆续来启用 解决山友停车如厕的问题 提升整体环境的友善度 邀请市民一起来登山区